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Johnson 然後我的專案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們是上一屆 冷具引力獎助金計畫的 其中一個專案 那我常常在LINE上面 收到像這樣子來源不明的訊息 像這則就是說呢,前總統 還要放棄總統的民意 那Google一下之後其實就可以發現說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這個是去年的謠言,而且到現在 卻依然還在轉傳 轉傳這種訊息的人 大多都是不熟悉網路的人 他們可能會覺得Google很難 但是卻非常擅長轉傳 所以呢 就做了一個LINEBUT 當使用者想要查一篇訊息的時候呢 就轉傳給這個BUT 然後BUT就會告訴你結果 那大家可以加這個BUT為好友 然後他的ID是小老鼠 CodeFacts 那這個BUT後面呢 其實是有一個資料庫的 然後他是由LINE上面流傳的訊息 以及編輯的回應所組成 如果使用者傳進來的訊息 資料庫裡面沒有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將文章送到資料庫裡頭去 訊息呢就會被送到網站來 給我們的編輯可以看到 那編輯在這個網站上面所寫的回應 就會變成LINEBUT的回應 簡單來說這個專案透過群眾的協作 來做事實查核 具體的做法是我們搭建了一個平台 把網路上的事實查核報告 跟LINE上面 流傳的訊息給連接起來 那這就是CodeFacts 真的假的專案 我們在LINEBUT有兩萬六千個好友 網站CodeFacts.gov.w 上個月有十萬的PageView 資料庫裡頭呢 有一萬多則LINE轉傳訊息 已經被我們編輯給推掉了 今天我們想要來大局真才 就是要來PL做功德 且扣做功德 資料分析做功德 以及設計 每一位 就是 第一個是PL做功德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所有的回應 都是由編輯 要把PGT去回應掉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希望 就是 看到訊息 會想要上網查證的人 可以來加入我們 幫我們查證 這個網站上面 所收集到的訊息 那我們有一些 我們之前的編輯 看到這個資料庫發出的感嘆就是 第一次接觸到這麼大量的 這種訊息 我覺得好不可思議 對我們來說呢 每位編輯 都是發下悲願 為蒼生的 然後再來是寫透作功德 然後再來是寫透作功德 就是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的 GitHub上面 我們放了一些issue 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解掉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網站 我們有Linebot的 server 我們有API server 然後希望徵求 就是 Node.js 跟 React.js 的開發者 可以讓編輯 然後常常也有人問我們說 嘿你們資料庫裡面 到底來自中國的訊息的比例有多少 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大德們可以幫忙做什麼類的資料分析 就是我們會 就是希望可以在今天來決定我們這個 謠言的dataset的欄位 然後寫成是把這個資料庫 dump出來 包裝成就是 做分析的人會覺得比較方便的 格式 然後或許可以把它放上kegel anyway 不知道 對 所以我這邊是用relaxseed search 所以可能會希望有relaxseed search 跟data analysis 然後最後就是設計 設計的話就是資料庫長會收到這種 就是手動輸入的問句 那這些問句呢 對編輯來說可能實際上是一種負擔 所以希望可以有Linebot的User 或者是UX的Designer來協助我們 就是把這樣的訊息 就是傳達給User是說 不要再把這裡當CV了 對 所以那就是 想請我請上謠言達大平台的TW來看 對 謝謝大家